壯闊的自然景觀看得見袋鼠 城市中擁有自己的房產 自助出租都可以 外交部統計 疫情前每年澳洲打工年輕人高峰 達到兩萬兩千人 現在就有業者看準 布里斯本 昆士蘭等基礎建設完善 城市將蓬勃發展 令投資客摩拳插掌2032奧運 坐收好成績 尤其是從疫情去年 非常非常多的台灣的投資者 開始湧入澳洲來做一個房產投資 我們的年租金的報酬率大概是5% 例如說你買了70萬的房產 你一個禮拜可以有700塊的 這個週租金的收入 台灣的民眾是有一些擔心 然後會想要做一些資產的多元化配置 台灣人不只喜歡去日本玩 想居住在日本移民簽證 有業者找出經營管理簽證門檻 成為移居日本的超門專 而孩子在日本受教育的方面 像家族自在簽證 子女未成年以前還有一大優勢 只需要您在日本成立公司 然後正常經營的公司就可以了 在日本居住10年 納稅滿5年可以拿取日本的永住權 家族自在簽證 它不屬於留學生名額 但是它考試內容和留學生稅一樣 所以說相對來講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子女可以選擇一些國際學校 比如英文授課的項目 或者說純日本人學校都可以的 隨著布里斯本即將舉辦2032奧運 當地房產市場投資潛力 正逐漸受到關注 國際房地產專區 特別吸引了投資客的注意 同時日本移民簽證和教育機會 也成為台灣人的熱門選擇 這些趨勢在台北金融展都看到體現 顯示出人們對海外投資房產 和移民的持續興趣